MING PAO TORONTO 喂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8月20日 之前都說過了 現在的Propaganda 政治宣傳 是可以鋪天蓋地而來的 因為這個社交媒體的發達 社交媒體發達來說 你傳真的消息當然OK 但是傳假的消息一樣鋪天蓋地而來 難怪真的 特朗普都非常頭痕 對於那些假新聞 而駕馭這個假新聞最厲害的國家當然就是 我們這個黨 甚至乎你要明白 我們的黨是專業成立了一堆 五毛集團 不是五蟹集團 這個五毛集團 例如帝巴 果然 第二巴 這個集團 集團 巴 他們是有特權 去使用 Twitter 和Facebook 原來 利不厲害 這批人當然就是追上潮流的人 簡單說就是共青團 而這批人 那個電腦知識水平 不用說 首屈一指 甚至乎北韓要去 去吃別人的比特幣的時候 極有可能都是由這個中共 抽調一些兵力去協助 至少做參謀 對於連日來 香港的活動已經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 我都說 最重要就是 怎麼說呢 謊話就怕真相 殭屍你怎麼自擾 一眉道長可以怎麼騷擾 最厲害的都是 把太陽引進去密室裡面 曬死殭屍 真相 就是治殭屍最好的方法 你不要說 那些五毛軍很厲害 例如 他們做的Propaganda 是什麼呢 你那個 很不幸 射爆眼的少女 她說是你自己有射的 然後有黑色暴徒 然後元朗的八三人 她可以說那些八三人是示威者 襲擊平民 更不用說那些什麼 扔汽油彈 挖磚那些 他們自己做出來的 那些照片 可以說是封傳 是封傳 禮環節曲 是二抹黑 什麼都齊了 希特拉的名句是什麼 當一個謊話 你說三次 就會變成真話 在我的奮鬥那本書裡面寫 果然 納粹德軍 共產主義 加上法西斯 果然是同元老祖宗 是列寧式 有紀律 有鋼鐵意志 的職業革命者 先鋒黨 現在是Twitter的先鋒黨 這次的蜥蜴人 就是這個 豬黑八格 黑人爭那個 終於搞搞他的Facebook 即是都禁了七個 那些 Fan Page 三個group 還有五個帳 這麼少 你和我撞得一場 死了 他說是因為造假行為 你要捉造假行為的話 應該斷千計 但是中央的回應 都是笑爆嘴 他說這個Twitter和Facebook 是不應該干預他國內政 原來這些是內政 當然 即是共青團做事 這些就是內政 這句精警 他說什麼 場內事務 不用場外社群 的惡霸軟件 騷擾 最厲害的就是 我們的 習主席竟然發聲明 去到這麼高規格 他說什麼 中國是個尊重民主自由 啊 尊重民主自由 OK 愛好和平 南海九段線的愛好和平 不肯放棄武統台灣愛好和平 武警男侵愛好和平 然後繼續說 西方的霸權社群軟體 惡意庭權 針對我們中國人的帳號 意圖影響香港局勢發展 這句實屬可恥 你影響到內政 因為場內的先鋒黨 他說呢 他是使用這些帳號 喂 人家搞了很久 你一次過停了 有沒有搞錯 為的當然就是封殺香港的民主自由 為的當然就是挑起事端 為的當然就是利用西方的這些社交媒體軟件 啊 真是實屬可恥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了 香港的未來應該是由14億的中國人去決定的 立正投票 14億人一起投票 香港的命運怎樣 你肯投票就行了 為什麼不肯投呢 其實投一次你就知道 那些人常國位有決定權 哇那你大鑊了 他們會想 凡事投票就行了 然後後面那句拼多一句 不過沒有的啦 這句沒用的啦 不過我說完 台灣的未來都應該由14億中國人決定 聽不聽到啊台灣啊 西方的世界號稱民主自由 但是惡意限制中國人言論自由 這個是對中國的霸凌 西方世界要停止霸凌中國 還中國人言論自由 哇真是 這個歐威爾式 1984 黑的講成白白的講成黑 啊 老實說我真的很想還中國人的言論自由 不如開放給Facebook進去 讓中國人 說什麼都可以啦 那不是只還這個 共青團的言論自由才行 自由都要跟規矩的 你不能放假消息的 其實最重要是那邊的人的檢舉 即是你地區的人 不是示威各樣的 然後又有些 大陸學生走出去 又叉頸又行 那Twitter呢 有說喔 他說調查完之後呢 顯示這些帳戶 是有 很重要一點啦 有國家協調和支持的行動 還有Twitter都很鬆手的啦 他禁的那些 是最活躍那班的 他都是跟規理做事而已 那些規理是什麼呢 那些帳戶為什麼被禁呢 就是因為 垃圾郵件 協調性活動 假帳戶等等 即是大家呢 那些假新聞啊 包括些什麼 如果你有看過007 人家就說了你聽是怎麼做的了 即是阿琴 你看看007這隻 琴獸 推阿婆下海 強姦的大兔婆 你看看 那些小女孩多麼小 那些大兔婆多麼大 007這隻琴獸 就是這樣去製造國際輿論 好了 言歸正傳 你說為何Twitter Facebook那些無故做事呢 其實被引蛇出動 什麼叫被引蛇出動呢 其實站在中國的立場 最有利的方法就是 11月前 不斷地放假消息 目標當然就是拉特朗普下台 那你那些帳戶 為什麼這次可以迫到 習近平出聲呢 喂 部署了這麼久 你一次過喬起我 頂你個廢 即是想著之前用來 所以其實 你不要說香港人是沒有角色啊 這裡 你不是引了他的 那些 龜孫子 我們叫做 引了那些五毛 出來了 那就一鍋喬起了 一了八了乾手正腳 你今時今日可以播到這些 Face News 以後你又會用這些帳戶 播其他Face News 嘩 這個真是 找我們的史仲 史仲 精心籌劃 多個月來一直夢寐以求 就是在11月 我反一反掌 把整個局面 扭轉 但是就是你 這個林鄭 我扭左邊 你又擋住我 我扭右邊 你又擋住我 所以這一刻呢 嘩 真是 可以說是 國務院兵敗 葫蘆谷啊 這次共青團都被你玩死了 林鄭小姐 唉老實說 即是攬炒的極致真是 倒不如引她出兵 那個 就是攬炒 爬幾個月 然後就國際制裁 噼噹噹 所以這一刻 阿屎重的心情 大家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記不記得他 沒錯 阿屎重可能要說一句 屌豬西你不玩意啊豬西 很明顯林鄭就是放他暗氣啦 用了什麼呀?霹靂雷豬呀 當日改這個名字 有想頭的 第一就是霹靂啦你看看霹靂的手段 第二就是雷字啦你真是雷人雷物 雷字是解雷的嘛雷人所以我們常常說 年輕人說雷人的嘛 好雷呀這樣 不說過雷字的 第4第3點很簡單 豬啊 當當真真是一隻豬西 嘩所以這一鑊 Facebook和Twitter這樣就把五毛的家底 起了出來不得了了 還有最重要的是 你令到別人 Sense到 你們滲購那樣東西嘛 所以 你看到了 並不是我們的屎重 不是我們的屎重小器的 這鑊 是因為 用了那麼多維穩費 就好像迪士尼那些卡通 林鄭在後面玩一下玩一下 無緣無故的炸彈爆炸 一聲 炸到整間屋呢 裡面的什麼翠兒呀 高飛呀 全部都炸走了 今天真是狂歡三寶 多虧你不少呀 WOW好啦 今天講到這裡啦 我們來看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